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最近又有猛料被爆出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北韓官員 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表示 即下令處決自己的姑丈張成澤之後 張成澤的妻子 也就是金正恩的親姑姑 也已經在去年被金正恩下令毒死 在北韓 自家人並不意味著人身安全 2013年時 金正恩毫不留情地 將自己的姑丈 張成澤逮捕 並在一周時間內迅速處決 震驚全世界 如今一位從北韓逃離的前高級官員 最近對外爆料稱 金正恩的姑姑金正基也已遭遇了 和張成澤同樣的命運 他在採訪中表示 他已得到了消息 金正基已經被毒死了 金正基是北韓一故領導人金正日的妹妹 金正日生前將金正恩托付給她 希望她和她的丈夫張成澤能夠幫助金正恩 穩固政權 然而很快 金正恩就對金正基和張成澤的幫助 表示厭煩了 至於金正基的丈夫張成澤 金正恩稱她為叛徒 在經過了快速的審判後 已在兩年前將其公開處決 關於這件事的內情也被透露出來 原來在金正恩掌權一年半之後 他想為自己建造一座滑雪場和水上樂園 但張成澤卻建議北韓 應該首先把錢投在經濟發展上 兩人從此產生了隔閡 並最終導致了張成澤的死亡 這位前北韓高官還表示 除了張成澤本人 其親信也被全部剷除 由於北韓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國家之一 這位前高官的說法尚無法得到證實 但無論如何 人們不再懷疑 金正恩繼承了其父親的鐵腕統治作風 甚至六親不認 不惜殺此親人來鞏固自己的權利與統治